这节课咱们来讲一下一般型的削弱类考译的解法 之前咱们讨论过 归纳退中这个加强削弱假设评估 这四种问法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 无非差一个否定词吧 所以咱们还是以这个最基本的数学集合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前提中先说一二 然后结论中说因此存在集合一二三 在问加强的时候 咱们当时给出集合三 方法就是说找一个结论蕴含的选项 那么到了薛弱这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要说集合三 问薛弱 但只不过这回我们要把加强的方向取个非 就是说这个集合三不存在就可以 什么叫取非呢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一句话调过来 加个否定 比如说集合三可以加强这个推理 那说集合三不存在就可以削弱这个推理 可以去质疑到结论对吧 所以原理上来说呢 加强跟薛弱就是把这个本来加强的选项取个非就可以 但是呢到咱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啊 你先看加强然后再取非 这个过程比较长 尤其是当考试题目难度一上来又是英文的 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加强再取非 整个选项很容易乱 而且有的时候选项还是复合局 你还不会取非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时候啊 问薛弱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善于借用我们的常识了 什么意思呢 咱们在生活中啊 很多常识其实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判断的 因此的话呢 当咱们碰到一个题 结论说 比如啊 说小米吃饭 问咱们薛弱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取非了 取非是非常容易乱 而且非常这个思考过程非常长 所以问薛弱的时候 你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要去质疑结论 你直接用你的常识来质疑结论 这就可以了 不用找什么额外的方法 你就找常识来质疑结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质疑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去把加强取非 比如说咱们生活聊天 我说哎 小米去吃饭了 你可能回复我说 不可能啊 那是根本没有饭啊 对吧 很明显 这是符合生活常识的 那这个没饭本身 刚好是一个薛弱 也刚好是结论 蕴含那个事的去非 对吧 所以你在做题的时候 就不用绕了 你直接把结论提出来 把前提看懂 把结论提出来 然后看哪个选项 在常识上 在逻辑上 能直接质疑结论 那么它就是一般型削弱体的结法了 咱们来看几个小例子啊 第一题 他问的是质疑啊 问质疑等于问削弱啊 是什么有区别的 文章呢 说研究发现 某国30岁至40岁人心中 去医院治疗冠心病 骨质疏松等病的人越来越多 而原来患有这些病的人 大多是老年人啊 调研者就此认为 该国家生中 老年病的发病率 在不断的增加 很明显 这是一个结论的信号词 他身后这个部分呢 肯定是结论句了啊 就是该国家生中 老年病的发病率 在不断的增加 那问的是能质疑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能反驳这句话 也就是说他告诉我 不一定是老年病的 发病率的增加 所以你在看答案之前 一定要先搞清 我要怎么找这个答案 对吧 就是要质疑结论 在常识上 就是说老年病的发病率 不见得会增加 A说呢 由于医疗保障水平上提高 相比以往 该国民众更有条件 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有点道理啊 因为呢 他就告诉我们 不见得是因为老年病的 发病率增加 那可能他们更关注健康 更多去医院了 所以A其实可以保留了 咱们看B B说呢 老年人的罪年龄 比以前提高了 老年病的患者范围 有所变化 但是呢 前提已经说过了 某国30岁 至45岁的群中 是吧 所以这已经把年岁 规定好了 所以你不管是 老年人的范围怎么变 那他跟35到40岁的人 去治的更多 就没关了 所以B肯定不对啊 不能去反驳这个结论 C说 近年来 由于大量的移民涌入 该国45岁以下的年轻人数量 继续增加 你看 这个选项 很明显可以告诉我们 不一定是老年病的发病率增加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变多了 对吧 所以说 那些老年人去看病啊 出现这个病的人也会变多 所以C肯定可以考虑 D呢 说 尽管这些是常见老年病 老年人患的病 未必都是他 这个是讲老年病的特点 所以这个年轻人发病没关啊 E呢 是说 近时间来 该国人口难受年重 但健康老年人口的比重 在不断增加 这也跟年轻人增加美关 对吧 所以就是A跟C 其实A跟C量平常 都可以算作对结论 有一点点质疑 但是很明显 C的力度要更强一些 因为A只说过 他们更关注身体健康 但不代表那些去医院的人 就更加容易患病 对吧 只是说 他们更关注了 但至于他们是不是有这个病 不好说 所以他对结论的反驳 是很轻微的 而C呢 是更强的 就告诉我们 这个不是年轻人中 老年病的发病率增加 是人多了 对吧 所以C肯定是更能去质疑到结论 所以A不对啊 如果没有C的话 A也能考虑啊 所以答案是C选项 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问 以下哪项 作为张教授的反驳 最为有力啊 文章呢是说 某高校的李教授 在网上撰写 撰文 指责 另一高校张教授 早年发表的论文 存在抄袭 他知晓后呢 在同一网站 对他进行反驳 所以其实问题让你去反驳的是 人家说你论文抄袭 你要告诉我我论文没抄袭 对吧 所以你就看哪个选项 在常识上 能告诉我论文没抄袭 就可以考虑啊 A这样说呢 自己投稿在先 而发表在后 呃 所谓论文抄袭 其实呢 是他人抄自己 很明显吧 这告诉我没抄啊 我比他更早 所以肯定不是我抄别人 所以A肯定可以考虑 B呢说 这李教授指责 纯属栽造陷害 混淆视听 破坏了大学教授的整体形象 这个其实是完全没有反驳到抄袭的事 只是一个纯粹的指责 这肯定没有用啊 C呢说 李教授的指责 对自己不久前批评 他的观点打击报复 这也一样 不能去完全反驳到论文的事啊 只是说这是一个边缘性的一个谩骂啊 D呢说 他的指责 可能背后有人指使 不派出是某学校 不当竞争的影响 肯定不行吧 这个论文抄袭都没关啊 E呢是说 教授 早年的两篇论文 其实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抄袭现象 少个巷子啊 抄袭现象 呃 这是指可能张教授啊 那不管是张教授还是李教授啊 他到底存 之前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 和现在的这篇论文 是否抄袭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他可能以前抄 现在不抄了 可能改写过正文 很难说 所以这肯定并不能去反驳到说 论文抄袭啊 所以答案A学家 在常识上 在逻辑上 都能去最强的反驳 这句话 然后咱们来看直脉真题了啊 他说以下哪一项 如果对的话 能最强的削弱 这是个典型削弱题 咱们看文章 文章说呢 这个B国呢 他现在是 谷物跟肉呢 都是自自足的 但是呢 由于B国的这个繁荣度提高了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均消耗肉的量就会上升了 然后你需要几磅的谷物才能生产一磅的肉 就是说你给猪喂饲料 对吧 猪肯定是吃一斤饲料 长半斤肉 或者是0.5斤肉 是吧 不然的话 如果吃一斤长一斤 你不发财了吗 对吧 所以肯定是几磅谷物来换一磅的肉 因此后面结论了 因此因为每人均的收入 它还会再上升 但是同时呢 这个谷物的产量提高 它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不会增高谷物 所以B国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进口谷物的进口商 所以真正的结论是这句话 对吧 就是B国很快能变成进口谷物的进口商 那文章的前提讲的意思 其实是说B国人吃肉吃的更多了 又因为你的谷物不会长 而且几磅谷物能换一磅肉 是吧 所以说呢 他们只能去进口这个谷物了 那其实你读完这个文章之后啊 一般来说 第一反应该就是 它这个结论不见得 对 为什么呢 又可以进口肉嘛 是吧 因为你缺的是肉 对吧 你非要进口谷物再换肉 这个并不是一定是一个良策 对吧 所以呢 它的选项 大概率会这么写了 当然我们去找答案的时候呢 没有必要去这么猜 我们可以去 如果你觉得很直观可以猜啊 如果你觉得不直观 你可以去直接看选项 让选项来质疑结论 就是告诉我 选的时候告诉我 这个B国呢 不见得要进口谷物啊 看选项 A呢 说当人们增加肉消耗的时候 他们也会增加消耗谷物 那不更能进口了吗 所以 所以这个A肯定不对啊 然后B呢 是说 人均消耗肉 它是在不同的所有的收入级别上都是一样的 这个讲的是 这个 在人群中 谁耗肉更多 耗肉更少的事 那跟B国整体来看 它的肉类的多和少是没关的啊 这是指的是 比如我这个都增加了百分十啊 但是谁增的多 谁增的少的问题 就是相对于这个 比如说收入一万的 还收入五千的啊 他这个增的多少的问题 这个跟B国总量是没关的啊 所以B肯定不对 C呢是说人均消耗的肉呢 不会在近些年现实增加啊 然后 当然这个 这是哪些国家呢 是那些B国进口肉的国家 这也明显跟结论没关嘛 肯定不对啊 D呢是说 对于他来说 进口肉可能更加有经济性 很明显 D是咱们刚才想的一个方向 可以质疑到这个结论 E呢是说 就是因为这几年的一个 呃 在这几年的这个繁荣里面啊 这国家的人口是保持稳定的 这跟他们进口肉和谷物都没关 所以E肯定不对 答案是4D啊 典型的反驳了结论 再看这个题啊 还是问学生 文章呢说 在美国 对于那些从一个州到另外一个州去移动的人 当然他们因为他退休的时候移动啊 就是因为在这干活 干了很多年 退休了 咱们换个好的州去生活啊 换个太平的州 那么他说这百分比 就是退休到佛州的百分比 现在下降了 降百分之三 因为很多佛州当地的经济呢 是依靠这个退休的 比如说卖那个什么轮椅啊 卖拐棍啊 是吧 那么这个下降 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 对当地经济的一个副作用 好 那很明显 逗话以后这部分 就是结论据 说这个下降 就是这个百分之三的下降 它会对当地的经济有副作用 所以你要告诉我 这个下降不见得能对当地的经济有坏处 对吧 咱们看一看 所以像A呢 说佛州吸引的人是比他 是比西亚州吸引人要更多的 这个是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都是佛州分自己比 它是比之前降百分之三 至于我佛州是不是依然是第一名 这个没用 并不能告诉我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经济 对吧 所以A肯定不对 二B呢 说就是移出佛州去接受这个雇佣的这个人的数量上升了 那这个跟退休的员工进来没关的 所以B肯定不对 C呢 说对于游客的这个经济设施 要比对于这个退休的人设施要更多一些 这个没有用 因为我们讲的是因为退休的人少了 所以佛州的经济会有影响 对吧 那只要退休的人少了 即便是你更偏向旅游业 那我整体对于佛州来说 它的量还是向下降了 你比如说佛州是60块是由于旅游 40块由于退休 对吧 那60块没动 比如说40块呢 从40减到了38 那你最终总量还是从100降到98 对吧 还是有降 不管到底哪一个比重高都没有用 所以C肯定不对 不能反驳这个结论 D呢 是说总量就是从一个州退休到另一个州的总人数是上升了 那还是明显上升 你想 如果退休的人数是明显上升的话 那么即便是我退休到佛州的百分比降了3% 但是我总人数是不是增多了呀 就退休到 这有可能啊 退休到这个佛州的总人数会增多 如果退休到佛州的总人数增多的话 那么你当地经济其实跟百分比没关 不是因为百分比多少经济变好 对吧 而是因为你人数多少 因为人来消费嘛 所以说很明显 如果总的退休到佛州的人数还能多的话比以前 那么不管你百分比怎么降 我当地的经济都没有影响 所以D肯定能反驳到这个结论 告诉我们这个经济不一定有影响 E呢 是说这个离开佛州的人是提高了 如果离开佛罗伦多 那不是更有坏作用的吗 对吧 所以这个异点点不对啊 答案应该是D选项 再看这个题啊 问的是薛若 文章呢 说俩公司 一个是G一个是R 他们每一个呢 都会支付S公司来提供一个健康保险 意思是说 这俩公司都向R呢 购买这个保险 RS是保险公司 S不是RS 那么因为呢 早期的高胆固醇的治疗呢 它是可以去防止中风的 那么S就鼓励G的员工 因为S是包含公司嘛 他当然鼓励G的员工 去做这样的一个检测啊 然后去诊断出这个早期的高胆固醇啊 因为如果他最后发病的话 发病要赔钱的嘛 要出现的 所以他肯定是有动力鼓励他们干这个事 R的雇员呢 现在只在R呢 待那么几年 因此的话 S是缺乏这个财务动力 来去提供相似的鼓励的 什么意思啊 就因为R的员工呢 在R待了两年啊 所以说他们可能就即便胆固醇高 还没发病就走了 他们如果离开了R公司的话 那这个S的保险也就不会再生效了 因为R公司肯定给自己员工上保险嘛 你都不受员工了 我就没必要给你保险了嘛 这个意思 所以呢 因为R的员工 他们在R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说S的保险公司就没有什么财务动力 说我要鼓励你去做这个检测 可能G比较长呗 对吧 好 那么问宣传就是要反驳这个 也就是让我们找一个S的这个保险公司 愿意在财务上啊 就有机理去提供这个R的保险的选项啊 A说呢 早期的党固醇并不能消除可能性 这个跟S的财务动力没关啊 B呢 说人们经常怎么样 这个一样啊 跟财务都没关 C呢 是说G呢 雇佣了一大比重的R的前员工 你看 如果这个需要成立的话 那么S就有了财务动力吧 因为S同时要保险G跟R 对吧 那R的员工确实在R那没发病 对于S来说 R这笔订单是无所谓了 但是这帮R的 这个被裁的人或者走的人 去了G公司 那G公司也是你保险的 对吧 那你这个这帮人 如果他们去G公司的话 那么他们如果发了病 你还是得出这个出险钱 所以这就是你财务动力 因为他们反正都是你的 客户对吧 没办法 所以C可以考虑 D呢 说R跟G 有相同数量 这跟他们的财务机理没关啊 E呢 是说这个R的雇员呢 平均来说呢 这个并没有比G要更年轻 这个呢 他们是不是更年轻 其实跟这个发病关系不大 因为他这个文章本身讲的是 早期的去治疗高胆固醇 你年轻人和老人都可能胆固醇高 是吧 都可能中风 这中风也不分年轻和年老 是不是 你常识上可能觉得年老人更容易 那是因为他时间更长 是吧 那但是呢 他没有说文章里没有说过 到底高胆固醇 是年轻还是年老的事 所以这个E肯定也不能提供这个财务机理啊 所以答案是C 只有C提供了S的财务机理 曾经做了个题啊 有广告 广告呢 说这个HTF 呃HTS啊 这个机构 他呢 现在报告说P在1000 他有最少的受伤啊 在每一次事故之中 他有级别里面啊 这事表明了P在1000 它是一个就是最安全的汽车 问的是削弱这个广告 那很明显这是结论吧 对吧 就是P在1000最安全 那你选项告诉我什么呢 告诉我这个P在1000 它不一定安全 就完了啊 A呢 说这个机构呢 报告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车 它的印度也更多 这个明显跟告诉我们P在1000 不安全美观 是吧 其他车也没什么联系 呃 而B呢 说很多这个P在1000 现在被卖了 这个车卖多少 更安全美观吧 C呢 是说这个P在1000 属于的那个那个系列啊 它是更有可能会涉及到事故的 很明显这个选项告诉我们 它不一定安全吧 因为它那个级别就更容易出事 对吧 所以说即便它的那个级别里面最安全也没用啊 因为它那个基本本身容易出事 所以C可以考虑 D呢 但是说这个P在1000跟其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车的一个呃受伤的数量啊 那么它的区别被声明了 这个也一样跟它安全美观 对吧 那因为前面有说过了 它最少嘛 意义呢 是说这个机构 它一年报告一次 这捣乱的是吧 所以答案呢 选四选项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 削弱题呢 一般性啊 削弱题非常简单 那把结论找出来 把前提看懂 然后让选项呢 去质疑结论就可以 也就是说 你看哪个选项能告诉我这个结论不一定发生 这就是你的标准啊 去找这个选项 它就是答案